今个月23日在中区卖购物广场 一名港女在去厕所期间 发现厕隔的右边有部黑色的电话对正自己 她就立刻离开厕隔 发现疑犯拿着黑色的手提 于是就大声呼叫男男友进厕所 阻止疑犯离开 还有报警求助 治安警告场 疑犯就说一时紧张 没有按下拍摄的按键 所以没有成功偷拍 治安警只有在疑犯的手机 找到由2017年12月到现在200多条 怀疑偷拍女人去厕所的片段 而偷拍的地点分别是中区某某学校 北区商业中心 和今次试发的中区购物广场 治安警根据疑犯提供的偷拍期指 成功联络到六个女受害人 他们全部追究疑犯责任 但是今次被人偷拍的港女就说不追究 为什么这个学生哥 未要偷拍女人去厕所这么健康呢 在偷拍过程中 他亦都会得到刺激和快感 由于考试和测验压力大 透过偷拍进行减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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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